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上一節我們剛剛講完姜濤的得獎 四連霸非常之開心 而Anson Lo的失落白果 直接不要說失落那麼簡單 直接是吃白果 Anson Lo吃白果 所以今節最主要講一個話題 就是很多姜濤群在昨晚 903頒獎典禮之後 提出一個極度的疑問 值得大家探討一下 就是在講姜濤在高票數5055票 5055票得獎做醉哥 這個圖醉哥之後 反而在之前的醉藍 就是我最喜愛藍歌手 就輸了 被張敬熙贏了 這當然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 但是另一個詭異就是說 姜濤以一個這麼高票數 我可以得到最高的這個殊榮 但是反而最難就沒有份 這樣就相當引發大家的討論 大家討論到什麼呢 究竟背後有什麼陰謀和奇怪的事情發生呢 那麼高登仔呢 就跟大家講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片先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思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最緊要什麼 課金支持 因為你們課金支持非常重要 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什麼都好 在我這段片下就有這個 十元八塊 請大家慷慨解囊 每一段片都要講這些 OK 好了 那就講回了 其實有很多人提出一個疑問 昨晚 其實氣氛是這樣的 有一點逆轉的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姜濤就拿了第六位 陶這首歌 大家都欣喜若狂 其實你問一下高登仔內心 其實我覺得我對於姜濤拿這個醉藍這個獎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這個獎 是我有信心的 我有信心的 但是當他宣佈那一刻 我又有些震撼 我想很多姜濤都跟我一樣心情 大家都覺得 嘩 為什麼這個醉藍這個歌手 這個歌手獎 是給了張敬軒的 問心我句 因為以之前的氣勢 尹光鑼都好像有些情勢所迫 都可能會 但是這個輕功鑼 大家都戴眼鏡 因為老實說 老實說一句 我說話很直的 你說個票數 因為這個是第一二三個階段去投票 你說個票數 輕功可以贏得了這麼多人 好了 你不要說姜濤那些 姜濤那些肯定一定贏得到 姜濤一定是票數比輕功多 喂 你說我五個歌手獎 老實說 你沒有理由是會贏得出 其實你五個之中 五個之中 應該來說 票數最低應該是軒功的 老實說 所以就大逆轉 整個過程就是大逆轉 沒有理由會讓他贏得到 你看看一個例子 你說圖這首歌是現場投票505 我們說一個很理性的數據比較 在場 萬多人 姜濤都佔了五千多 五千多 那你真是反過來 去到現實之中 其實如果說歌迷的投票量 其實是說超過一半 沒有理由 最藍這個位置 甚至最藍這個獎 是沒有理由姜濤拿不到的 因為按比例去一定是最多人投票的 對不對 好 去一萬步來講 你說第二位 就算是給雲剛 都沒有輪到給軒功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 昨晚有很多姜濤 就在這裡討論 就說 喂 其實這個獎 是不是做給軒功的 對不對 那如果做給軒功 那你也要有一個動機 對不對 你要做給軒功也有一個動機 因為更加講一句 之前這個新城 這個新城的頒獎典禮 其實有很多獎都偏向於給軒功 而這個903 不知道是不是跟隨這個新城 當然你說投票裡面的比率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我經常都講一個比喻 對不對 一場這樣的娛樂圈 這樣的投選歌曲 這些比賽 這些網民 究竟我投一票 是不是真的有一票的影響力 還是將它壓縮到剩下50% 另外50%就是 叱冊 或者是商台裡面的DJ去投 那不知的嘛 所以當然你不可以說他 不可以說他 叫做想比就比 他一定是有一個過程 他一定有一個過程 可能分分鐘是 票數一定是 姜濤最高 最難的那個比賽 但是 可能最終 可能內部的一些 按比例的那個票數 是不是 裡面可能DJ就投給軒功 都不頂 你都不可以說他不公平 只不過是遊戲制代 這樣玩而已 你不同的嘛 你不同 最高 最高一定是按現場的投票 現場的取向去講得獎 不受過之中 是不是 所以這個最難的這個獎 其實有幾個啟示 第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在說街外投票 我以後都有一個立論 就是說 姜濤 以後在這些投票活動 其實你投不投票 我肚夫這樣說一句 就算你投不投票 你基本上都左右不了大局 但是除非 他的機制 好像戚冊 最後沒有說過 你總之入到場 就有一票 如果票實在在 你想投給誰的歌手 就投給誰的歌手 按個投票的份額 去趕頒 這樣就不同 但是問題上就是 現在你最難 你都不知道怎樣 是不是 你如果照回形勢 老實說 應該最難都是給姜濤 但是姜濤是自從 21年 21年拿到獎之後 2022年就被Anson Lo拿了 2023年就被軒功 其實這件事真的 我這一月看 其實跟投票的制度 其實是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根本可能 完全沒有關係 我可以都跟大家說 可能你的投票有關係 但是份額比例 可能根本就不高 最終都可能是 自己商台的DJ 投票的比率是更加高 還有有話事權 這個 你不可以說公不公平 這個只不過是人家遊戲的規則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所以大家 你說什麼 最終什麼 神圖一開50 投50票 我根本完全都沒有關係 我說不信 老實說一句 說真的 你說軒功的粉絲 會不會這麼瘋狂 一開50 你說神圖會 我也相信 你說姜糖會 我也相信 但是你說軒功的粉絲會 一開50 你真的跟我說了 我覺得肯定不會 還有軒功的粉絲 如果我們看數據比率 怎麼會比姜糖和神圖呢 他們兩個粉絲肯定是多過軒功 但是為什麼投票會變成這樣呢 但是另一件事 你想一下 你說街外人投票軒功 那會不會呢 那可能未必會 為什麼呢 因為有個運光 大家要記住 之前的形勢就是 要捧運光出來 要搞到老人家 我經常都 我經常在那些片段上都說 其實你這次是搞到運光 老實說一句 你掌又打算不給他 又捧他出來做這個 捧他出來做這個叫做馬前卓 叫做這個替死鬼 可以堪稱為這個替死鬼 喂 其實在說 掌你又不給他 是吧 名氣你給了他 去拍廣告 所以最終 你說那些票 其實那時候說 那些毒L MMA 那些Haters 其實他們肯定不會投給軒功 不投給軒功 那就是投給運光 因為投給運光 他們下意識覺得可以打擊MIRROR 甚至是會打擊姜濤 Anson Lo等等人 所以這次的票數就相當之詭異 如果根據合理分析就說 姜濤 那肯定一定會投給姜濤 大部分的分析一定會投給姜濤 甚至是說 你看回 最高我那時候圖 是不是有5,05票 佔50% 所以你有什麼理由 可能在外面的投票會少得過50% 但是此其一 此其二 就是說 你說 投票給Anson Lo那些 那肯定是神徒自己本身會投 肯定不會投給其他 肯定又不會落在姜濤袋 和姜濤 所以 基本上 投給 尹剛 是不是 投給尹剛一定是Haters MMA 和毒L的幾幫人 所以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不會有太多的票數 投給姜濤 不會投給姜濤 那麼 那麼 我有一個深度的分析 就是我看回 那些前民後裏 那些票的來源 是不是 又說那時候的勢在談些什麼 我真的覺得 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 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在說 鏡仔 鏡仔 其餘的 其餘的鏡仔 就投了那些票給軒公 因為這個是很人性 很人性 這個是出於一個妒忌 你明白嗎 就是說 我是鏡粉 譬如我是 舉什麼例子 我是AK AK 反正在新城拿到獎 今年厲害 譬如我是AK 我是AK的粉絲 我是AK的鏡粉 最高又沒有粉絲 最高又沒有粉絲 最藍又沒有粉絲 一會兒被姜濤 或者Anson Lo 拿了最藍 接著掌握手 最高又框中在 姜濤 或者Anson Lo 拿到獎的 喂 以後 MK還有訂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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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那些票 投給軒公 在第一階段 最難的時候 因為他 出於妒忌 所以 所以 結果 就 對了 結果就演變成 這樣的局面 是吧 演變成這樣的局面 在說 喂 票我就不給你了 所以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 軒公 拿到獎 其中有一些票員 就來自其他鏡粉 這個不是什麼 陰謀論 只不過是從一個人性出發 就是 你知道的 我經常都說 王子華那個魚蛋理論 有時候 你不要說鏡仔之間 沒有一個 叫做 就是 軒公 軒公 他作為一個 就是 叫做 演藝人 血本主席也好 或者 他自己作為一個 歌手來講 那 如果 鏡仔 是吧 其他鏡仔 當然不入圍最藍的幾個 其他鏡仔 他會想的 他會想的 喂 莫莫都是姜濤 莫莫都是Anson Lo 只有這兩個人玩了 我自己支持的偶像 沒有份 每次最藍最哥 沒有份 AK也出過 是不是 Ian也出過 隨時我覺得 Ian的票 全部都給軒公 因為其實 你看回 904的點票 比率 其實 再見寧靜海 陳卓然 是 一千票都不夠的 只有930票 紛紛呂雀安那些票 都是下落 其實 以我自己這個粗略的分析 其實是說 除了 神圖 以及 除了 姜濤之外 的所有鏡仔 我覺得 他們的票 是落去 天公手上 他們 鏡粉 又不會顛到 尹剛身上 老實說 如果 我之前 有很多深度分析都說過 你給尹剛的 其實對整個娛樂圈 甚至更加對於鏡仔 或者對於MIRROR 是完全沒有一個幫助的 甚至是更加令到這個娛樂圈沉淪 你明白嗎 當然 網上也有人說 軒公都說 等了十年 才有這個獎 尹剛等了一輩 才有這個獎 你不要開玩笑 之前的人吹捧得太誇張 即使 即使 甚至說 Dear myself 好好聽 我也覺得是數百欄的形式 即 尹剛的風格就貫徹 尹剛的風格 其實唱歌他沒有改變 他都是以一個數百欄的形式去唱歌 他這麼多年都沒有變 直到他現在年紀大 唱的新歌 他都是數百欄的形式 所以你說 其實你說選他 其實是對於樂壇的進步 是反映不到 反而是說 如果你給他贏的 肯定是 不僅是樂壇 對MIRROR也是很大影響 所以 那些鏡仔 就算怎樣妒忌 怎樣去發癲都好 他都不會 他都不會 什麼的 他都不會把那個票數給他 都賺光 所以最大機會 就投給軒公 那 現在的問題就是 軒公拿到獎 那對於姜濤 是不是一個威脅呢 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軒公呢 一向都是支持姜濤的 老實說一句 他一向都支持姜濤的 他在很多層面 他都支持姜濤的 但是問題上就是說 他贏到 他作為香港藝人協會的副主席 他贏到 對於娛樂圈 或者他這個樂壇有幫助呢 我不敢說他沒有 他肯定是好過雲剛的 老實說 不論軒公開演唱會也好 出歌也好 甚至出席一些活動的品牌 拍廣告也好 其實 其實對娛樂圈也是好 那當然 他那個好法 或者是幫助娛樂圈的發展 肯定是沒有姜濤那麼高的 那姜濤如果他得到獎 或者是一個 反應是更加好一點 就是那個得獎 那肯定在未來2024年 在一個娛樂圈肯定是大放異彩 甚至是說 如果客觀一點 說那個數字 說 可能Anson Lo拿獎 都比 那個天公拿獎 對嗎 老實說 Anson Lo也說 有2000票 對不對 都佔了25% 25%票 雖然沒有姜濤 差不多接近一般票 那麼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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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回這件事 就是說 天公其實 就是 他雖然在五個歌手之中 這樣 就是他叫做 拿到了 今次心願以上 那 那當然 從各方面的分析 其實他 就 應該是 未 就是不可以在今次的 2023年去拿到 說真的 說真的 軒公在2023年 做過的事情 肯定不夠MIRROR多 或者不夠姜濤多 是不是 姜濤做了很多事情 都很多破格的事情 做了出來 是不是 就是 還有說那個投票制度 剛剛我都分析過 那個投票制度 可能按我的比例 可能就未必到 姜濤 但是 說著 說著 可能 軒公自己都有一些票數 是支持著他的 這樣也不頂 但是你說 如果軒公贏到這一場 這樣的 這樣的比賽 其實 唉 我不知道 我真的 除了覺得是 戚冊 刻意去 比他 之後 我都想不到其他的原因 如果論票數 就肯定不比 就算你 給到其他 鏡仔去支持的話 鏡粉去支持的話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 多得過姜濤 但是 我始終都覺得 有點失落 對於 姜濤 拿不到我最難的角色 這個獎項 因為我始終都覺得 姜濤應該是要拿這個獎項 沒理由是會 沒理由會輸給軒公 對吧 所以 我想整個過程我都是意外的 對於得獎 按著最難的情況 我都是很意外 所以 我想 903 這次的斑優的影響 我想對於2024年 都是有一定的啟示 所以 我想可能 都要再看一下 所以可能 再進一步的分析 就留給下一節再跟大家說 好嗎 好 今節的姜濤總統的報導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我們回來 繼續